这是台湾的声音 这也是台湾的声音 还有多少声音没有被听见 在这狂乱的年代 思考让我们自由 就要听晚报听见新闻之外 欢迎收听就要听晚报 我是宛如 相信大家预告 在这个礼拜六 也就是10月31号的台北 会非常非常的热闹 因为我们第18届的 台湾同志游行要登场了 而每年其实到这个时间点 这个10月份 整个10月呢 您可以看到 在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 有关于同志的活动 当然也是有一些议题的探讨 然后大家针对这个主题 不同面向的思维呈现 像什么呢 最近宛如就看到了 国防部有一个讯息出来 就是明天30号 隆重举办陆海空军的联合婚礼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说 这一次的联合婚礼 有两队的同婚新人 他们穿着军装 拍着恩爱的纪念照 哇 这个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甜蜜 在今天的节目呢 礼拜四 我们跟昨天礼拜三的节目对调 所以今天我们要请教的是 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 戴生风教授 来谈谈这个新时代下的婚姻 可以有哪些不一样的想象 来我们请戴老师出场 戴老师您好 宛如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你看到这个同婚新人 这两对都是女性 男装的 女的帅 女的美 对对对 你看我这样一时就很难转过来 你们就觉得看到结婚照 就是感觉男的一定很帅嘛 因为毕竟人生最美的一刻 最甜蜜的时刻 可是你看男生没有在这个画面里面 这样讲生理男性没有 但是在这一个同志的我们讲说这个性角色的取向里面呢 那这一对结婚的新人应该讲说这两对结婚的新人呢 其实他们各自都拥有呢 在性的一个角色跟取向中呢 偏向各自喜欢是男或是女这样的一个喜好 这个应该是确定的 那一般呢 其实我们这么说 就是以女同志的身份来讲的话呢 他们的外形上面有某些部分上是比较容易做被区变出来的感受 举个例子来讲 比较偏向男性阳刚气息一点的女同志呢 可能会比较喜欢以男性的打扮 像是比较短发一点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当然这一些说法会有很多的朋友不喜欢 也就是说 戴老师你讲的是性别外形刻板印象 那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讲法只是陈述说 除了刻板印象以外 另外一个角度就的确大部分比较偏向 这个方向的一些女同志们呢 喜欢做这个打扮 那当然这在他们自己的喜好 打扮他任何一种外形 我觉得这都没有任何问题 对 我也其实看过像女女婚姻的结婚照啊 也就是两个女生都是穿婚纱的呀 对 我也看过 对 所以刚好这一次的这个 结婚照是一个穿军装 但军装也是女生的军装 并不是男生的军装啊 所以呢 其实只是让大家感觉到说 哎 这个女性穿着军装的那个塑造出来的阳刚气息 跟她身边的这个一生的伴侣的这个 穿着白纱的这位女性 其实呢 意外的也是非常的融合 大家可能一开始会觉得 会不会格格不入 其实放心 一点都没有 因为呢 其实在爱的面前 大家都是一样的 真的觉得国防部这一次给大家看到 崭新不一样的思维 毕竟刚刚我们在对国防部的感受是比较阳刚性质 或比较刻板的 对 这是没有错 不过换个角度想有人是用比较 调皮捣蛋的思考来去想这件事情 我有听过啦 他讲说因为国防部最近不是两岸关系吃紧吗 这兵力 我们需要大量的兵力投入嘛 所以呢 国防部为了收来年轻人的心 有这一种比较功利性的说法 但是我个人不倾向于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我个人觉得呢 其实在我们七十八号解释法通过以后 在我们教育端看到的其实是最快的改变 因为我相信教育尤其像我们在大学端呢 所有的学生都是成年人 而且这一批的成年人 就像我们现在的大学 大一到大三左右的学生呢 其实就是在这个性别平等法 以及我们这个性别教育入法之后 成长的这一代的年轻朋友们 他们对于性别平权跟尊重的这样的看法呢 其实已经深入他们的脑海里了 所以在大学校园端最早看到 最早看到这种多元跟平等的感受 所以其实在中正大学的校园里面 就算我刚进来十几年前 女生跟女生牵手 大家都没什么意外 那从七十八号法通过以后呢 这个最严厉 应该讲说最严苛的 这个性别科班印象中的 男男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在中正大学校园里面 也已经相对是开放了 那就像早期 我还记得我们学校有一个 同志社团叫库斯拉社 他办活动的时候呢 这个彩虹器只敢放在室内 都不敢放在外面迎风飘扬 但是其实大概在五六年前呢 我们只要有同志乐的活动 同志相关的活动 或库斯拉社的社庭的时候呢 其实整个彩虹器是飘扬 在中正大学校园每个角落的 哇 这个感觉 我觉得特别对于 性少数的这一群人来说 应该是很感动的 对 所以呢 渐渐渐渐的在军队或警察 或像我本身呢 在这个比较服务啦 或者说研究 比较多会去的场域监狱里面 其实也开始在探讨 这个兴趣向少数者的权益 兴趣向少数者的一些生活适应问题 当然包含他们的工作权 包含他们的人权等等 其实在这一些 我们早期成为极端保守 那现在我们叫做相对保守好了 这样的一个部会中呢 其实也获得了非常长足的进步 我个人呢 认为 国防部这一次做的这个公开宣示 其实是一个非常温暖 而且非常有人情味的事情 老师刚刚讲到很重要 公开宣示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也应该是有类似的状况 可是大家是视而不见 没有把它成为一个 好像他们是存在的这一件事情 没有错 其实讲视而不见 有些时候呢 还甚至会希望 遮住自己的眼睛 也就是呢 刻意的呢 把这些人的行为呢 做曲解 根本不敢让人家知道 这更是一个压力 根本不想让这件事情呢 成为被讨论的一个话题 所以真的 国防部给大家拍拍手 但是我们必须说 去年2019年 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 看到一些报道说 去年呢 通过之后啊 其实国防部 本来就有一对新人 同婚的新人 打算要拍婚纱 然后参与这个 集体结婚的盛会 可是压力实在是有一点大 当然我们在今年来说 其实慢慢的 大家好像也对于 这样子的话题 感觉没有太大的一个 叫什么 好奇心或新鲜感 我觉得这也是 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宛如您这个讲的最重要 就是其实呢 去年国防部打算 真要放上这个讯息的时候 就很多人起来反对啦 近期这个新闻 照片都po出来了 所有的声音 一点媒体 一点感觉都没有 当媒体没什么感觉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 缺少了新闻价值 缺少了新闻价值 就代表它进入了 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觉得这是最可惜的现象 那套句一句英文的谚语 让我乱用一下 它叫做 No news is good news 我觉得这个观点 对于一些弱势 或者是少数的朋友来讲呢 的确这些No news呢 当然就等于 至少没有负面新闻 这件事情 是一个非常好的好消息 我们譬如说 异心恋来说 我也不会每天跟人家宣誓说 我是异心恋 我是女生哦 这件事情有什么好说的呢 对因为好像每天都是这样子 那同样呢 同志的朋友也应该要拥有这样子的一个自由的氛围 那我其实呢 因为心理学专长背景的关系 加上自己的工作环境里面呢 有非常多已经公开宣誓自己性取向的一些朋友们 那其实在我身边 目前我知道的已经有四对同志的伴侣了 他们是结婚的 也就是适用七四八号发的结婚 那他们的婚姻呢 当然就像我们一般人所有的婚姻一样 也会挑黄道吉时 然后呢 到护正事务所办个登记 然后绣婚戒 然后绣完婚戒以后呢 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宴客 宴客大概就是双方家人 一个很温馨的小餐会 然后呢 同志当然有另外一群不想曝光 虽然我真心祝福你 但是我不想曝光的同志朋友 他们会去办另外一场餐会 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大概已经看到四场了 当然也已经包了四包红包出去了 包了四包红包 这个感觉应该是非常喜悦 这个氛围 这个结婚是好不容易对台湾的 从去年以前来说 是大家争取而来的 对 我不过觉得有一个 这四包红包超有趣的 因为异性恋的 我们也参加很多了 当然也要包红包出去 这个四包红包很有趣 就是包出去 我发现了这些同志 至少现在只有四对了 这四对的经验呢 他们包回来的回礼 都比我红包还要贵 他们的回礼好大 让我觉得越来越期待 同志婚礼 是不是下次包个六百群 拿个六千六回来之类的 只是说他们的回礼 充满着创意吗 对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些回礼 那当然呢 实用性不见得非常的高 但是呢 却充满了挥谐 巧思 或者呢 充满了一些共同的回忆 那我记得就一对呢 他甚至把每一个朋友 跟这对新人 怎么认识的过程呢 每一个朋友 都写了一张小卡片 回给我们 这个呢 绝对大过于 我们平常会拿到的 一些婚礼的回礼中间呢 这种感觉 其实好像大家伙都拿一样的嘛 对 因为异性恋婚姻 实在是行之多年 这下来也就行礼如頤啦 是 不过像您刚刚说的 这四对啊 其实也应该去年 从五月份过后 大家登记结婚到现在 结婚一周年 再过了五个月了 是 都还没离婚了 这是 就我个人知道的 好了 应该还在蜜月期嘛 是 不过通常他们蜜月很久了 才结婚的 他们这四对真的都 真的 等了好久 甜蜜了好久好久了 然后我问他们说 怎么会想结婚 他就说 反正都那么久了 给个保证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观点 其实呢 我稍微了解了一下 他这四对 其实年纪都不小了 大概都像 四十前后或三十几这样的 一般的 我们的一般婚姻 异性恋的婚姻来讲呢 大概也是属于 晚婚族群这一种的 但是他们的认定 却蛮早的 绝大部分这四对 就我知道的这四对来讲 大概都在大学时代 就认定的 有点像班队 但那时候不好意思说 也不好意思让大家知道 其中有一对呢 其实跟国防部 关联性就蛮大的 那这一对 其实蛮有趣的 就是 他是男男 那担任先生的这一位呢 其实 他跟他的另一半相似 是在军中 那那个时候的身份 竟然是军官 跟勤务兵的身份 然后现在走在了一起 所以其实呢 这就像好长的一段历程 对 这段感情还是维系着 而且等到了台湾 终于可以给予他们一个 在法律上 合法婚姻的身份 没有错 我觉得这个才是 他们真正在心灵上面 可以获得一些 我觉得就像他们讲的 哎呀就来个保证啊 老夫老妻了 早就彼此看都已经 你真 他们这样讲的比较 有趣笑话 讲屁股几根毛都知道了 那其实呢 就是真的摸的 脾性都摸透了以后呢 其实就是一个 彼此给彼此的一个 安心感受 嗯 不过戴老师 你觉得我们这样子 一直聊到现在 会不会 感觉好像是在 同温层里面自嗨 嗯 就是因为有一些 可能现在不太喜欢 听到这样子的人 会说我们要说的话 好像完全被媒体掩盖了 因为这个比较有 报道价值啊 从这个角度讲 但是呢 我觉得也给 异性恋的朋友 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 因为媒体也渐渐不报道了 其实就代表呢 这件事情成为 大家的基本共识 人权共识的时候呢 其实这是一个 不管对同性恋 还是异性恋 都非常有保障的一件事情 那我相信呢 其实很多异性恋朋友 可能会担心的 说是不是 就更加的淫乱 其实没有更淫乱 基本上就是 一样的淫乱 这个例子来讲啊 我们要讲淫乱 这两个字 人类没有淫乱 没有办法发展人类啊 对不对 我们总的要 这个性的本能 才能够去 发展人类的下一步 这淫乱可能要 刮号一下 刮号一下 对 比方说信心 为了多样化 就是我们对性的 一个想望 这是正常的人生 对 那另外一个角度呢 比方说我们家庭 是不是崩解了 价值观是不是崩解了 其实也还好 我们基本上的 传统观念的价值观 还是非常坚固的 在支撑着社会 而另外一种 家庭形态的出现呢 则丰富了社会的内涵 两个加起来呢 让台湾的社会 更加的多彩 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 那至于说 今天是不是有 很大量出现 这种民事上面的 这种节理理节的 这些现象 那到目前的内政部 统计给我们的资料来看呢 其实一新年 跟同性恋伴侣之间的 这些离婚率来讲的话呢 因为同性婚姻 实际上时间还太短 就像刚刚宛如提到的 还在蜜月期 所以离婚率 的确真的比一新年 低很多很多 因为这是蜜月期的影响 还不准 也许十年后 我们再来看资料 可能又会回到正常的 三对有一对 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 说不定这个同婚专法 通过十周年 记者写一个回顾的专题 就去探讨 这十年来有多少 对 因为了解而分开 对 可能也是有 宛如又可以拿金钟奖 那十年后 我可能退休了 留给下一代去处理 是 好 我们这时候先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再来聊聊说 现在台湾所看到的 新世代婚姻的结构 我是指挥中心 疫情监测组 组长周志豪 教员请落实防疫措施 请家长注意 孩子发烧 或身体不舒服时 赶快就医 并且在家休息 也请大家共同配合 保持教室通风 使用空调时 对脚要各开一扇窗 餐点分贝 请由固定人员执行 打赛前请量测体温 清洁双手 佩戴口罩 搭乘学生交通车 或大众运输时 也请记得佩戴口罩 有政府请安心 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 央广RTI正在进行意见调查 我们每一季都会准备 特别的小礼物 抽签赠送给参加的听友 您可以上RTI官网 www.rti.org.tw填写问卷 或是现在就拿起纸笔 把以下四题的答案 写下来寄给我们 准备好了吗 第一题 您使用什么平台收听 或收看央广的节目 第二题 您最喜欢的央广华语节目是哪些 最多可以写三个 第三题 从一颗星到五颗星 您会给央广华语节目 几颗星的总体评价 第四题 您对央广华语节目有哪些建议 只要完整回答上面的四个题目 就可能得到精美赠品 请您把答案寄到 台湾11199台北邮局 第123-199号信箱 或是使用电子邮件 记到audience01 audience01 at rti.org.tw 并留下您的姓名 性别 年龄 国籍 就可以了 央广等待您的来信 一起听最有few的台湾之音 继续回到就要听晚报 我是宛如 在今天的节目 我们继续要跟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习的 戴声峰教授连线来谈 现代台湾 听众朋友 您可以看到的新世代的婚姻 这些婚姻的组合 可能跟宛如过去 我们自己在适婚年龄当时的 男生跟女生的结婚是不一样的 慢慢我们的一些教育里面呢 也带着小朋友去了解这个社会上 本来也就有男生跟男生 女生跟女生结婚 可是哦 戴老师 我必须还是说 台湾的社会 还是会有一些人会觉得 我就是看不习惯 好不好说看不顺眼 就是不习惯嘛 但是这样子的不习惯 在性别上 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整线 其实呢 我们应该这么说 所谓的这种 对于性别的不习惯感受呢 它主要的一个在心理学上的说法 来自于一种对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坚持 那性别刻板印象呢 其实是社会心理学里面 一个很多元的一个现象所组成的 包含对于自己生理性别的认同开始 然后之后呢 因为生理性别的认同 就会产生一些符合自己生理性别的一些行为 比方说小男生呢 会喜欢玩铁金刚 小女生喜欢玩巴比娃娃之类的 那渐渐渐渐会走到下一步呢 就是社会期许的一些性别的角色 比方说男生要阳刚一点 打落牙齿或学吞 那女生要温柔的 要顺从等等的这些形象 那这些呢 渐渐渐渐呢 长久以来进入我们的脑海里面以后呢 就形成我们根深蒂固的性别的一个行为 那这些行为一旦形成了 其实不容易改变 那所以呢 我们比方说就像您刚提到的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 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其实呢 在我们就算同志乐好了 或者是同志大有行的时候 街上在走的那些男性 其实绝绝绝大部分都是男同性恋者 而不是男异性恋者 那在周边有很多的女生会一起加入 但是这些女生呢 有些时候会是异性恋者 也就是女生她本身对于性别传统角色的认定 就比男性来的弹性很多 女性对于同性恋这件事情的接受度 是比男性更高的吗 应该与其讲同性恋不如说性别少数 在研究上都发现呢 女性对于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它是尤其在性行为的这部分 性取向的形成这个部分呢 都相对来讲比较弹性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难道我们是说女生比较有爱心吗 与其讲女生比较有爱心 那很多研究就开始针对 为什么女生对于性少数比较友善这个现象进行研讨 有一派的说法提供给听众朋友们来思维 他认为呢这是同利心的展现 因为女性本身在男尊女被男权主义的影响之下呢 本身属于弱势 我既然是弱势还比我更弱势 那我应该要关照你 但是有一派的说法是这个 那第二个说法是认为呢 女生怎么样看待这一些性少数者 尤其又是同志阶层 那这个研究就很细致 他怎么看呢 他们发现了女性对于男同志里面偏向女生的那一组 特别的友善 这一群男同志呢 他的心情像女孩子 他的心灵状态比较偏向女性 虽然他有着阳刚的外形 那这时候呢 给予女性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保障 然后又不会对她有一些染指或侵犯等等的 女生就会觉得 这非常值得做朋友 另外一个角度很奇特的就是 女性自己反而会对于女同性恋者里面的这种 偏男偏女 不管偏男还是偏女 都采取相对比较中立或偏富向的态度 自己会觉得 嗯 这些人 你为什么 你喜欢一个那么阳刚的女性 你为什么干脆喜欢男性就好了 你在想什么呢 有 我们就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研究上面的显示 不过这种研究大部分都来自于欧美的观察资料 也就是台湾本身对于性别议题的研究呢 其实还在相对保守的一个状态之下的时候呢 当然不见得在台湾是适用的 但是整个趋势上面来讲呢 其实可以发现 总的趋势不变的就是 我们这样一性恋的男性呢 其实在性别的传统意义上是最坚固的 最难以改变的铁板一块 对 那我们如果说到像针对男同志这件事情 跟男性 异性恋男人的关系 我就会常常听到很多异性恋男性就会说 哎呦 你不要来碰我 我对你没有兴趣哦 对 他会讲说 你是怎样没关系 但是我对你没感觉 不要来碰我 其实很多男同志的说法是说 我们是有选择的 但是我意思是说 为什么那些异性恋男性 他的嫌恶是说 他好像是要划清界限 你不要来染指我的这种防御性 其实这个是另外一种的 如果我们要从很多的角度上面来讲 如果从佛罗伊德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本身来讲 是一个合理化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他要召告天下说 我不是这种人 因为其实在性别的刻板印象里面 基本上男性本身是一个优位的思维的这种想法 不管我们今天做多少的性别教育 其实他还是在男尊女背的整个的社会流向里面 慢慢的渗透在我们的脖子里面 所以当我们今天影响 或者是威胁到性别刻板印象的时候 其实对于当事人就是一个 我要伸张自己的 不管是主权好了 或者什么种子 就是说 我不是哦 的这个态度 就是高位阶的这个层级 尤其我们会发现男生会很担心 今天如果我被视为是个男同心恋者的话 是否意味着社会资源跟地位的破坏或丧失 那意外的一件事情就出现了 我们会发现呢 在七十八号法通过以前 很多的男同心恋者也担心这件事情 就是其实呢 这些男同心恋者可能他们心灵上有一些女性的特质 但是外形毕竟是个男性 所以呢 其实他们享受着很多社会对于男性的优位 所以一旦今天这个身份有可能曝光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会感受到莫大的焦虑 那其实这些都是不应该 也是不正确的一个性别刻板印象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嗯没错 像这礼拜六 十月三十一号台北的统治大游行 今年度我们就看到 除了在往年可能是以统治团体为主轴 然后再加上一些友善团体的NGO的加入 那今年还有台湾的两大政党也加入今年的统治游行 那国民党呢 是由国民党的青年团报名参加 这是大家普世人权 你会觉得说 好像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圈圈小团体内的事情 只要是人都应该有这样子一个权利 这是人的问题 而不是种族啦 分什么分什么党派什么 这些都没有关联性 因为呢 所有的就回归到人最基本的一个家世感受 对 所以台湾真的是越来越成熟了 我们就把它当成人来看 而不是每个议题可能都要政治化 族群化 这种真的是已经过时了 因为其实一旦族群化呢 它就会有一个划分点在 那划分一旦出现的时候呢 其实总会有一些 我们就叫做这种差别的出现 这种差别绝对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嗯 真的 所以也很多的亲子团体 也自己会组成一个团队来参与今年的游行 所以也是很多爸爸妈妈 就是异性恋家庭底下的小孩 也会一起来 对 嗯 所以可以想象 今年虽然我们受到疫情的影响 可能其他这个往年会有一些周边的国家的 呃 同志团体来共享胜举 今年应该比较难看到了 会少一些些 嗯 错 嗯 我既然有日本的朋友啊 他们已经在16天前就来了 那对 那先隔离 捡一个 对 其实真的很感人 当然不多啦 但是就我认识的当时留学的朋友里面就有两个 那他们也是在当年在东北大学 比较公开的这些同志运动的 我算是学生领袖哦 嗯 他们觉得日本一直做不到 为什么呢 怎么被台湾给抢走了 因为一直以来日本都觉得自己是亚洲最开放的一个文化体 没有想到我们台湾已经走在日本前面好远好远了 嗯 所以呢 其实去年他跟我联络上的时候就表达了要来参加的一个高度议员哦 嗯 那其实去年他们没有办法过来 今年本来想过来就没想到疫情 他们排除万能 干脆来检疫 然后呢 决定要来 他们想看看 到底台湾是怎么样让整个社会在那么快速的情况之下呢 能够勇敢的推进这件事情 即使还有旗舰 即使还有彼此不同的看法的时候 用做法来去米平看法上的差异 这是台湾最伟大的一件事情 我们真正去做 对 而不是呢 直上谈兵 啊我们要怎么样消灭啊 我们要怎么样去扶贫伤人 不用 直接做了就对了 嗯 所以十月份真的是统治骄傲越在台湾 是 嗯 今年的大游行 欢迎大家共襄盛取啊 因为往年可能会觉得说啊 我又不是那一类的人 或者是我最好跟这一群人切割 不是哦 今年的整个氛围我相信是不一样的 没有错 如果是刚刚所谈到的这些男性朋友 您来参加 过去可能会有点担心说 诶那我是不是会被贴上什么什么标签 那我觉得今年很多人都去了啊 放心 绝对不会被贴标签 因为搞不好大家反复就 哇 你好 好前进 好有心思维 真是个更好的新好男人 全新好男人之类的 哦 好 那你这样子 如果没去的就不是个全新好男人 也是啦 没有啊 现在就是当然有一些反对团 你可能现在已经关机了啦 是是是 不要再听了吗 没有 戴老师基本上还是非常温暖的邀请 每一个人 大家一起来 只有来看过才知道 就像我其实呢 虽然我是支持的这一块的人 但是我也听过很多反对者的意见 包含我个人也非常喜欢早期 当然最近他已经离开了到天家了 成为天使的这个美江牧师啊 那其实呢 当时呢 我们很 我身边很多基督教的朋友 也跟我分享过这些事情 其实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出发点 很多也是因为爱 他们也只是担心自己所信仰的 曾经的传统的爱 是否不同了 但是这一年下来 我发现他们都改变了 他们认为自己所信仰的爱 还是爱 而这个爱变得更多元 更包容了 更大的爱 感受更好了 是啊 所以也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会说 那到底我们过去台湾在吵些什么 大家可能很担心的事情 那个忧虑 慢慢的 你可以看到 好 我们至少短期来看 这一年多 并没有像让大家所感受到的紧张的氛围 在婚姻制度的崩解 对 好像没有啊 没有 而且出生率也没有持续的下降 对 已经在地了 没有办法再降 再降人类都消失了 其实本来也不期待这一群 对 如果同性恋能开放结婚 然后自己个生育率就回升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对 不过还是说真的啦 有一些女女同志或男男同志 他们也很希望有一个自己的下一代 对 我相信这还是在努力啦 对 下一步了 对 就是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这样子 对 好 我们在今天节目 访问到是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戴胜峰教授 10月31号 我会去大游行 我希望也可以看到听众朋友 您也可以一起来 不管您是赞成或反对 反正去看一看嘛 对 就算是反对的 我觉得也带着一个开心的 反正天气一定很好 大家一定充满着笑容的 彩虹起飘扬 对 其实是很美的一个画面 对呀 天上的彩虹你有多喜爱 地上的彩虹 保证在这个场子里面 没有人会喊冻蒜 对 所以耳根会很清净 但是可能会有很多人唱歌啦 好 不过真的 阿妹跟赛伊林的一些 跟同志有关的歌曲 真的好好听哦 对 其实都唱得很好 对 不过今天 录音的时间已经满了 我们就不能播了 大家自己好好地去听一下 对 或者戴老师 现在唱 然后不要录 我赶快关机 好 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咯 我们下礼拜 再跟戴老师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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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